第三百八十三集 昆仑须 沈时熙当离开戒门千米 才停下脚步对叶晨道 叶先生 我们现在就去血蒙 还是去哪里 叶晨看了一眼手中的地图 眸子微眯 血蒙倒是不急 我想去一个老地方看看 这也是去血蒙的必经之地 更是我在昆仑须成长的地方 亦或者说 它是我背后的宗门 听到背后的宗门这几个字 沈时熙呼吸急促 他很好奇 是什么样的宗门 可以孕育如此强者呢 叶晨的逆天 他可是亲眼见证的 虽然万道见尊是叶晨的师父 但是很显然 叶晨背后肯定还有一个 宗门的强大力量支撑 不然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 叶先生 你说的这个地方到底在哪儿啊 叶晨眸子看向西面的一个方向 开口道 一神门 听到一神门这三个字 沈时熙和雪风华表情微变 一神门在昆仑须名声不算太大 毕竟昆仑须五道为尊 一道从某种程度上已经没落 没有五道的支撑 单单发展一道有什么用 虽然修炼者会受伤 但是别忘了 昆仑须还有丹药 炼药 阵法 以及各种辅助的手段存在 很多伤势 以颗丹药足以化解一切 这也是一道门 渐渐没落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 一神门的掌门 根本没有任何追求 百年之内只收了几个弟子 整个一神门弟子不超过十人 沈时熙万万没有想到 所谓叶臣背后的强大背景 居然是这个 叶先生 您没开玩笑吧 沈时熙确定的 叶臣没有理会 静止向着一神门的方向而去 虽然老头对他苛刻 但是他此刻心中却是无比的激动 不知道老头 十三 小臂 老靴 以及一神门的其他人怎么样了 估计自己这一身修为 会把这些人惊掉下巴吧 那五年 和这些人相处不算太多 但是这些人 却是一直默默地帮助着他 他心里记着 这些师兄师弟 也是叶臣在昆仑须 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 至于己思青 他也不知道 如何界定两人的关系 有着朋友之情 却从没有说过几句话 他深知和己思青的差距 哪怕己思青帮助他 因为自卑 亦或者准备给父母报仇 他没有和己思青有过多的交流 眼看和一神门的距离越来越近 叶臣心中的激动之意 却是越来越强烈 半个小时后 叶臣终于快到一座宗门大殿之外 虽然破旧和沉寂 但这却是叶臣在昆仑须的第一个家 可是当来到一神门的大门之处 叶臣正住了 脸上的笑容彻底凝固 因为此刻的一神门 哪还有离开前的生机呀 大门之上更是爬遍了蜘蛛网 就好像很久没有打扫一门 怎么可能 叶臣死死的盯着牌匾 确定没有走错 不再犹豫 一把推开大门 一股灰尘之气席卷而来 叶臣临时释放开来 却是发现 一神门没有一人 老头不见了 十三不见了 曾经的欢声笑语彻底不见了 天地之间只有叶臣一人 叶臣身上的杀鸡释放开来 沈时夕察觉到了什么 连忙上前好奇道 叶先生 你说会不会一神门换地方了 此地灵气似乎有些枯竭的意思 一神门很有可能迁移了 我们万剑宗几乎每百年 就会换一次地方 说不定一神门也是如此 叶臣点点头 这确实也是一种可能 在还未确定一神门出什么事之前 他必须要冷静 他进入大殿深处 扫了一眼所有地方 确实有些搬离的意思 空空如也 只不过老头有几样重要的东西 并没有带走 这一年不到的时间 昆仑须到底发生什么了 为什么他们都没有来华夏通知自己 就在叶臣疑惑的时候 一个穿着布衣 沟楼身躯的老者 从外面走来 当看到里面陌生的三人 诧异了几分随后的 你们三位是走错了吧 在老者的眼里 一神门很久没有来人了 唯一的解释便是 这三人走错了 叶臣听到熟悉的声音 身躯一正 猛地转过身 这声音他很清楚 十三的父亲 石振海 石振海显然也是认识叶臣 他的眼眸瞪大 手指更是有些颤抖 小臣 你居然回来了 叶臣一步并坐两步 来到石振海的面前 刚想说话 却是看到石振海的右臂之上 挂着一块黑布 这黑布的习俗和华夏一样 至亲去世 而石振海只有一个亲人 那便是石三 叶臣的眼眸 不知为何有些湿润 他努力清醒过来 看着面前的石振海笑了笑 石叔叔 我是小臣 石三他在哪 你带我去见见他吧 我还欠他好几顿酒呢 在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之前 叶臣不敢瞎猜测什么 石振海听到叶臣的话 毛子暗淡了下来 眼眶泛红 苍老的手微微颤抖 小臣 石三他 他走了 他走得很安详 就不要打扰他了 这一次我来一神门 就是为了取回他的一些东西 一并给他烧到下面去 此话一出 叶臣身躯正住了 一股无形的气息四溢 石三怎么可能会走 绝不可能 石三是石振海的第三个儿子 前两个儿子都在昆仑须中陨落 石振海为了不让石三步入后尘 便让石三选择了一神门 一道通神 总比五道巅峰来得安全 叶臣进入昆仑须的五年 石三和他出生入死许多次 那时候的叶臣 因为还未完全踏入修炼 根本无法生存 如果没有石三 可能他早就死在野兽的巨口之中 让叶臣印象最深刻的 便是石三为了给叶臣挡下一剑 断了一只手臂 虽然老头用了术法复原了石三的手臂 却是落下了永久的后遗症 这是一道永远无法磨灭的 叶臣曾经暗暗发誓 一旦有一天强势回归 他会还石三的无上恩情 脑海中不断回忆着 在医生门的日子 石三那憨厚的笑容 仿佛还在昨天 小陈 我十三一辈子没有什么壮志凌云 我只想娶个老婆热炕头 昆仑须很大 大到我十三觉得自己很渺小 我若医神门 只为踏上无上一道 到时候在昆仑须死扶伤 也算是做了一件大事 昆仑须北面 有一群孩子无家可归 他们没有太大的天赋 被世人遗弃 常年被强者的战斗所波及 有的人失去了双眼 有的缺胳膊断腿 我想有一天 我医术修成 可以去给这些人第二条生命 我想让他们知道 在昆仑须 也是有人情和温暖的 武道的追求并不是唯一 小陈 你见过我的未婚妻吗 当年我爷爷已经给我定下婚约 不管对方长什么样 我都认了 但是我前几天意外发现 我未婚妻简直像仙女一样 有那么一瞬间 我觉得配不上她 小陈 等我结婚那天 我要宴请昆仑须几位强者坐镇 风风光光的把她娶回家 你一定要来做我的伴郎 不过那天你可不准比我帅 抢了我的风头 小陈 虽然我没有生在什么顶级家族 但是这一生我也满意了 一个娇妻 几个知心朋友 有酒有故事 这样的生活真的很美好呢 听说你要去华夏 昆仑须和华夏没有太大的区别 只不过灵气少了一些 下次你回来 可要给我带个漂亮妹妹回来 虽然我希望那几次清是你的女人 但是想想也不可能 谁让你小子现在才进入昆仑须呢 耳边想起十三曾经说过的一些话语 仿佛还在昨天 他认识的十三正义凛然 他认识的十三生活乐观 甚至医术接近通神 怎么会死 天下所有人都可能死 唯独不可能是医神门的弟子 叶晨将身上的杀鸡骤然收敛 冰冷的目光压制 一把抓住了十阵海的手 十叔叔 你开什么玩笑 十三哥我还不了解吗 快说 他到底去哪了 十阵海摇摇头伸出一只手 拍了拍叶晨的肩膀 小晨 我没有骗你 他真的走了 走了五天了 有些事 我比你更无法理解 但是却切切实实的发声了 十阵海声音哽咽 眼角已经控制不住 流下了一行泪水 从此以后 我十家真的无后了 我以为他进入医神门 不和昆仑须那些武道宗门有瓜葛 就能逃过一劫 现在看来 天要灭我十家 我十家又有何法呀 话语之间 十阵海仿佛崩溃 这些天努力压制的感情 在这一刻 情绪彻底炸裂 身子也无力地向后跌去 夜晨的出现 便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夜晨健壮 脸盲真气凝聚将十阵海扶了起来 石叔说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到底发生什么了 医生们去了哪里 师父去了哪里 十三哥又怎么会出事呢 此刻的他无比冷静 不管如何 他一定要调查清楚这一切 好在眼下 血蒙急着寻找夜视天的下落 父亲的体内又有一道力量守护 血蒙根本不可能动父亲 父亲很长一段时间是安全的 只要血蒙不发现夜视天便是自己 石阵海缓和了几分 再看向夜晨想要说什么 还是没有说出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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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